新城乡长河里台前往了复兴部落聚会所督促新建工程 而目前的工程进度约完成了60% 而乡公所也预计112年的8月之前要取得实用执照 希望能够尽快来提供给部落族人使用 今年度能够在此地办理丰年纪 新城乡长河里台20号下午前往复兴部落聚会所督导新建工程 复兴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在111年6月30号办理开工动土典礼 同年8月10号起正式进场施作 目前工程进度60% 工程预计在112年6月30号完工 预计施作风雨球场一座 厕所一间以及活动中心一间 已经完成部分为风雨球场刚购股价 厕所结构体以及活动中心的墙面 新城乡各个部落都非常关心自己部落的聚会所的兴建 新城乡目前我们包包的这些部落聚会所总共有五个 当然包括今天来看的复兴部落聚会所 康乐部落聚会所 大德 大德跟华阳 还有加兴总共五个 我想部落的主人都非常期盼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了头目 跟我们是复兴部落的主人 他在共同来关心 我们复兴部落这个聚会所的进度 他们是希望在这个 如期能够来完工 工作在这方面 我们建设客全力来督导 来督促 厂商能够在河烟内来给他完工 完工之后呢 拿到实用执照 这就是大家最期盼的 期盼实用执照拿到之后 这个黑夜我们办部落的封年季 一季是在七月底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工程 来给他完工 拿到实用执照 在八月份 可以给部落来使用 长期以来 工作为了原住民这个区块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认真 除了跟县府 跟中央争取预算以外 部落的主人都非常的知识 这个是他们文化积极的一个场所 不管是原住民非原住民 日后都可以来寄用这块 寄用部落的寄会所 我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 意义的日子 头目也来了 这个家政班班长也来了 工所以及部落的同人 大家都非常的喜悦 看到今天的工程进度还不错 目前达到六成多 希望能够来煮起完工 让部落来使用 回台表示 部落寄会所是部落主人的期待 上阵以来积极争取经费 完成各部落聚会所 复兴部落聚会所动工之后 更有康乐 大德 华阳 扎兴等部落聚会所 皆已经发包 而在信财相公所团队 非常重视施工品质 因此特别前来 现康督导 而施工的品质是相当良好 且进度超前 一直在六里可以完工 这样复兴部落 今年的丰年季就可以在自己的聚会所举办 主任们都感到非常开心 为了将继续督促厂商 按照进度以及品质 如期完工 记者金鸿逸 新陈香花道